開始 他說 怎麼了怎麼了 還有BBC珠 好開始囉 他說冠狀動脈位於主動脈的入口處 冠狀動脈位於主動脈的入口可能會被半月半遮蓋 對啊 就是說這是主動脈 然後這是冠狀動脈的開口 然後剛好這邊是 這邊是新式 當我新式收縮打開了半月半 這半月半剛好會把冠狀動脈的開口堵住 所以B是對的喔 沒錯吧 半膜也對 到八月半沒錯啊 OK沒錯 然後C選項錯在哪呢 如果冠狀動脈形成血栓 是不是冠狀動脈就沒血缺血了 當冠狀動脈缺血 是不是就等於心肌缺氧 心肌缺氧 結果就是心肌收縮力變弱 甚至不收縮 心的收縮下降了 當心臟收縮下降了 全身血壓應該是下降吧 所以你其他地方血栓可能會造成局部血壓上升 可是在冠狀動脈會讓心臟停止跳動 那全身的血壓就會下降 所以C是錯的 最後一個呢 心肌收縮的時候 冠狀動脈是缺血的喔 因為心臟收縮的同時呢 冠狀動脈是沒有血的 所以它是不是血反了 應該是心肌舒張時 冠狀動脈才會沖血 原因就是這樣 我心臟收縮的時候 冠狀動脈的開口被堵住了啊 所以冠狀動脈是沒血 所以心臟收縮時 冠狀動脈是沒有血的 所以豬靠的血反 那是在心臟收縮的時候嗎 其實沒有辦法 對 必須等心臟舒張才行 心臟舒張的時候 才是心臟沖血的時候 好 這是第15題的BC豬 請問還有問題嗎 請問還有問題嗎